哈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主题就是 你不孤单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8章 18到19节 20节 他说耶稣上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一切全病 都赐给我们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我们其实依然还在这个的 耶稣复活的课题里面 那在这个时刻的当中 我们是否感觉到自己很孤单呢 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 在孤单的面对着 挣扎和一裸裸的问题 会不会觉得 没有人在关心我们 现在所处的状况呢 我们会不会感觉到 我们被遗忘 被撇弃 或者被出卖呢 我们会不会认为 没有人会明白我们呢 当我们感觉到孤单 和孤立自己的时候 很容易呢 我们会感觉到焦虑 我们会感觉到负面的事 或者是呢 谎言呢 常常就在搅扰着我们 好消息就是呢 耶稣他复活了 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并不孤单 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最后 也就是最深刻的 应许留给他的 这个跟随者了 虽然门徒不再见到耶稣 但耶稣应许他们说 我必定会与你们 常常同在的 当他们被许多的 事压倒的时候 就是人要来拒绝 他们的时候 耶稣说 他会常常与他们同在 耶稣会常常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面对到 家里一面混乱 可能父母在闹离异的时候 耶稣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的家里的成员 其中一个成员 被诊断 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并不孤单 耶稣与我们同在 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依靠他 可以信靠他 在他的面前 我们可以将我们里面的苦情 向他诉苦 我们也能够在 我们也能够在他 我们也能够在他里面 得着力量 让我们来信靠 常与我们同在的救主 耶稣基督 而不是信靠 常常变化 无穷 而改变不尽的处境 那应许 常与我们同在的属 我们同在的主 是否改变了我们 对人生所遭遇的 和所面对的问题的看法呢 愿神赐福我们